欢迎来到掠影时光 我们的主人公奥吉是一个面部有缺陷的孩子 所以从小他就在家中接受母亲的教育 本来出生的时候奥吉是被医生说活不过三个月的 但是在家人的坚持下奥吉健康的活了下来 但是恐怖的面容让他无法很好地融入这个社会 这里奥吉的家人真的都非常温暖 他们想要保护奥吉 但是又要让他自己勇敢地成长 奥吉只是一个小孩子 当他五年级时母亲决定让他去普通的学校学习 一开始他是抗拒羞怯和不适应的 孩子们都很单纯 甚至可以说是简单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看到奥吉的脸 他们第一反应就是躲开害怕 奥吉受到了很多嘲讽 但是他还是勇敢地适应了 还交到了很好的朋友 奥吉虽然没有好的容貌 但是因为他家庭友爱 奥吉并不自卑 并且越来越自信 他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中间虽然因为误会 他以为自己交到的最好的朋友杰克 是因为校长的原因才同他一起玩上 但是后来证明杰克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他还为了维护奥吉和一只欺负奥吉的男孩打了一架 而一只欺负奥吉的男孩也因为过分的言行 被校长劝退了 这里真的很想给校长鼓掌 奥吉是一个优秀的孩子 十分可爱 但是更可爱的是他的家人 他的家人没有因为他的容貌而一味地去保护他 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鼓励他 因此奥吉才可以这么快融入到这个世界 和孩子们打成一片 奥吉的姐姐威亚也十分的贴心 自从奥吉出生父母都把心思用在了这个不同寻常的弟弟身上 虽然有时候威亚会有些失落 希望父母能重视一下自己 但是他对奥吉的爱也是真挚的 陪伴着弟弟变得越来越坚强 整个电影里都充斥着温柔的人 让人觉得暖心又幸福 孩子们大多是善良的 当奥吉和杰克被高年级的坏孩子围独 曾经欺负奥吉的孩子们竟然跑来帮助了奥吉 还和奥吉成为了好朋友 姐姐参加了话剧社 本来只是个替补队员没有上台的几回 但是她的朋友看到了她所有的家人来了 主动的给了威亚上台的几回 这一小段的话剧表演也让家人的关系更加甜蜜 最最感动的还是结尾出奥吉上台说的一段话 她说善良一点因为大家的一生都不容易 如果你想要真正的了解他人 你只需要用心去看 所以无论前路如何坎坷 希望我们能坚强面对 我是小英 更多精彩电影 欢迎订阅 热影时光 我们在起床的时候 我们后果敢的 我们在箱巴价输 我们在箱巴价输